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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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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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聽說你們這邊有賣這種悲裝的蚵仔 是真的嗎 真的喔 你們是怎麼生產的 我剛才在包裝給我包裝給你看 好啊好啊 你一邊那種一邊解釋給我聽一下 哇 你們這邊是先經過挑選的牡蠣是不是 對 好大喔 你看每一顆都看起來好大顆喔 因為蚵仔釣起來 因為蚵仔釣起來會不會掉 所以要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才會用這個包裝 喔 哇現在要開始放在這個杯子裡面了 哇好多喔 那我們都是拿去街商賣嗎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只有在廣路商店買 蛤 就是第一用栽培的方式 哇這麼進步啊很現代耶 其實啊我覺得像這樣子啊 其實蚵仔它是在我們家裡東石這邊 它算是傳統的產業 我覺得很難得的是 讓我很感動的是傳統的產業 可以跟現在的那個網路啊 可以做結合 我覺得是一個還滿有創意的行銷方式 烏克人長 那我們常會看到啊就是 會有養科人家在家門前播科嘛 那現在就是有沒有一些比較 現代化的播科的方式 說到重點 經過有海洋大學的教授啦 還有嘉義大學教授 還有食品研究所的教授 給我們指導 然後一月數補助班 讓我們可以把它好好去做 做一個全國唯一有 既有HACCP的工廠認證 還有單向產品CS認證 跟產銷履歷 讓那整個生產過程中透明化 讓消費者都知道 一般我們科 你看看到路邊就直接就剝了嘛 那一般都到我們工廠去的話 那科還沒到工廠以前 要先洗過再洗過兩次 把那外面的泥土全部把它洗乾淨 然後再到泥氣網去剝殼 你看多好可以在泥氣網裡面 對不對 那剝完殼以後 要再有那個保鮮的動作 那一般的話 清洗都會用四度吸的冰淇淋去清洗 清洗過以後 還要經過濁氧去殺菁 濁氧殺菁以後再清洗過一次 都會用冰淇淋水四度吸的冰淇淋去清洗 然後馬上把它分裝封模 然後馬上送到你堂庫 你看 從前前後後洗過幾次 所以我們常常來講 那種好命科啦 愛洗澡的科啦 就這樣的由來 你看這種流程的話 是不是比一般傳統安全多 而且好多了 所以我們應該說感謝異業所 還有感謝我們總算是 他很用心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將來對消費者 也是對我們所謂的很大的難度 好多了 好多了 是 這個是模型嗎 是啊 像這些都是比較早期的養殼的方式 你看 這裡有一個就是 這種主食啊 只能放一個 你看啊 這個比較麻煩啊 跟主食人一個現在的 比較不符合經濟消夜 所以我們現在的東西養殼大概有三個方式 你看我們過去那邊看一下 欸我看到了 對對對 這個 哇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所指的科串 對對對 你知道這個科啊 是怎麼把它串起來的嗎 不知道欸 來下面剛好有一台這個 這個就是打孔雞 柯柯的打孔雞 我們把柯口放在這邊的時候 用這個打孔雞把它鑽一個洞 然後 快用這個柯繩把它串起來 就是串成一串這樣子 那一條繩子 大概會有十到十一個柯 柯柯這樣子 喔 對欸 我覺得這個跟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啊 就是所謂傳統是你說一根 竹子只能夠差一個 對 然後像現在就是比較大量生產嘛 這樣子 對 一串大概 好幾十個 十到十一個 對 這樣一串大概十到十五個 哇 對 那我們這裡的養殼的方式 大概有這三種 嗯 那有一種比較特別這種 扶貧式的 我們這裡的養殼 剛好有一個我帶去看看 真的嗎 真的 好好好 走走 妳講 妳看啊 我們站在這個什麼地方 真的很恐怖 對啊 哇 這個就是我們冬時啊 在養殼 那種浮盆的方式 這個是養殼主人啊 他特別做一個 浮盆式的磕盆啊 要讓遊客 體驗站在上面這樣子 你看 如果妳看我們現在 都吹著微微的風 我們都覺得很害怕了 對啊 那個風掛的更大 如果不小心的話 那些蚊蚊就會掉到海裡去 對啊 因為妳從我剛上來啊 我就 我就覺得這樣 連寸步都很難走 對啊 那妳知道為什麼 要用這種浮盆的方式嗎 為什麼 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海水一天 有兩次的斬退潮對不對 嗯 那我們剛才介紹的那個 養殼的方式啊 有瓶掛式的 跟水釀式的 嗯 那因為這兩個方式啊 因為他們 只能吃到一餐 就是退潮之後 他們就沒有食物吃了 嗯 那如果浮盆式的 因為它是在深海啊 那在深海的蚊啊 就是可以吃到兩餐 所以浮盆式的蚊會比較好吃 喔 一直在水裡面這樣 對 不會有長退潮的問題 對 沒錯 但是風險就是 很危險 要非常的小心 對啊 我覺得他們 他們科迷真的好辛苦喔 陳大哥 你們這一家 潮間代的生態展示館啊 我覺得看起來 很有海洋藝術的風格 可以幫我們大家介紹一下嗎 嗯 我們這邊 再加一部在這個潮間代館喔 呃 現在看到我們很多的那個 呃 由科可串成的一個科串 那這些就是 我們當地的元素啊 就是文化 我們本身在地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把它 科可 廢棄的科可 把它利用成一個 把它裝成一個裝置儀術 那讓遊客來到布袋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 整個館內的一個裝置儀術 然後讓它整個那個 科可 能夠讓 遊客可以感到耳目一遜的一個狀況 因為一般 民眾看到那個科可的部分 都是覺得 黑黑的臭臭的這樣 可是這個 沒有沒有任何的味道 就是 好像他覺得很 很乾淨這樣子 那聽起來他的聲音也很清爽 嗯 對啊 我覺得好美喔 那另外啊就是說 我知道你們這邊有 觀光與法的海上巴士 對 聽起來還蠻好玩的 那 大概跟我們推薦一下 這邊有什麼一些 好玩的一些行程圍畫 嗯 到布袋的話 除了我們 朝鮮代館這邊 有科可的一個展示之外 好像 那我們還有一個海上巴士的一個 體驗行程 那包括有到 好美鳥自然保護區 好的一個 無人島體驗 然後到 我們 在 離我們近海的一個 台灣人的一個 捕魚的一個體驗 那這個都是可以跟遊客做互動 還有一個海洋教育的一個意義這樣 我們都知道呢 東石啊 是蚵仔的褲蝦 所以呢 你講今天來到了嘉義東石 怎麼可以忘記來到嘉義這邊吃蚵仔的美食風味餐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今天特別請到了一位蚵仔的美食達人 葉大哥 來幫我們做介紹 你好 葉大哥 我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桌上這一盤盤的蚵仔美食好不好 好 這是 麻油鵝 麻油鵝 就是 麻油 米酒 還有老薑 下去燜的 下去燜煮的 對對對 這一道菜呢 這是 蚵仔煎 蚵仔煎 對 我們師傅自己做的醬料 外面是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這邊是 這一道菜的那個醬料是 這邊師傅的獨門醬料 自己研發出來的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待會要好好品嘗一下 那第三道這一道菜呢 這是蚵仔酥 蚵仔酥 通常蚵仔酥都是用地瓜粉的味道 但是我們師傅自己調製的那個 比較不一樣 對 嗯嗯嗯嗯 那它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外面會脆脆的 裡面是軟軟的 對 好 那 那 葉大哥 你不用說 我知道這是 蚵仔麵線 對不對 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這是蚵仔倒鏘 蚵仔倒鏘 對 蚵仔倒鏘 這是 蚵仔麟菇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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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看你們這邊的蚵仔真的是 好多料放了好多喔 對啊 它這個做比較麻煩 它 跟一般蚵仔湯不一樣 蚵仔湯再煮比較簡單 嗯 所以說它這個在煮比較比較 比較 手心比較翻雜 蚵仔它其實 除了像我們 煎啊 炒啊 燜啊 煮啊 可以煮這麼多的料理的 美食風味餐是不是 對啊對啊 好那現在試步一吃 蚵仔趕快來享用囉 大哥你也吃 嗯 我先嘗嘗看這個 啊 看一下 顏色金黃色的看起來很美味可口吧 吃掉囉 嗯 好酥耶 來到了嘉義呢 除了要去最有名的東石蚵仔之外 還有一個你們絕對不可以錯過 那就是布袋最有名的虱目魚 我們現在就要一起去摩魚囉 布袋的魚有陸地養的 也有海上撈的 從陸地到沿海的養殖面積 廣達三千多公頃 陸地魚溫分淡水和寒水兩種 其中呢寒水魚溫又與虱目魚最有名喔 因為虱目魚它的魚形屬於比較有流線型的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有時候常常在我們在補到過程 它說要驚蝦它就會一直沖 我要沖當然它不會找目標的啦 但是的話有時候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被它鄭重要害的話 確實會造成生命上的危險 但是一般我們在採收的過程 都會先用馬拉車先掛 先把它趕著 在趕著過程有一個用法就是說 讓牠的腸子裡面的東西會排泄掉 那腸子比較乾淨 你看這些魚 你看活蹦亂跳的 其實牠們現在啊 牠們是受到了 受到了驚嚇 所以才會這樣子 哇你看 你看 我過去喔 我可以一起拉網嗎 我可以一起拉網嗎 我覺得 哇你看好好玩喔 魚好像在玩那個跳高的比賽 有沒有 看誰跳得比較高 哇我覺得那種噼哩啪啪的那種巨響啊 真的是 沒有 我第一次看過就是在捕魚的時候 魚群會發出這麼巨大的聲音 哇 被噴到了 被那個水溅到了 哇 我看到 蜘蛛魚好大喔 蛤 蜘蛛魚好大喔 蜘蛛魚 蜘蛛魚好大喔 我就做生鮮處理 因為我們在魚溫的話 魚都有冰鎮進來 然後回來在我們現場處理的話 因為我們現場的話 也是有空調去降低溫度 讓魚的新鮮會比較好 就是保鮮 對 保鮮 我發現這個冷氣房 就是溫度還滿冷的 所以你們一般溫度的控制在 我們控制在零上18度左右 就是保持魚的新鮮度這樣子 因為生物魚是高蛋白的魚種 所以它在常溫下 蛋白質很會腐敗 所以它皮膩腐敗的話 就是不新鮮 吃起來就不好吃了 然後這個步驟就是先去零 去零 先把零去掉 先把魚零去掉 去掉以後就是 魚頭 要先把 去頭 去頭完以後 就是到這邊的話 他們會有專門的東西在處理 像他們這樣處理過以後 它魚翅的刺就比較少 因為似乎以來大家都怕刺 它的刺會很多 它身為有兩百多根的魚翅 兩百多根 那跟一般的魚比起來 它是比較多嗎 它算是滿多的 對啊 而且剛剛不是說它很兇嗎 對啊對啊 像這個 它處理 魚肉處理完以後 你看這個 像那個魚腸 就像我們剛才在捕撈的時候 它不是 因為我們要去下水嘛 對 我們要去驅趕 就是讓它 那個肚子裡面的排泄物 把它會拍掉 消肚 對 消肚 消肚完以後那個魚腸就可以用了 這個魚肉要先把它切片 我們就是 剛才做生煙處理的時候 有一個背部和肉 然後背部和肉我們把它冷凍好 然後拿來這邊切碎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入 打漿的過程 對 我們剛才那個生煙處理 那個背部弄好以後 然後冷凍完 拿出來這邊做魚醬 然後這邊是變成成型魚丸 然後拿去蒸煮 蒸煮完了之後 蒸煮完了之後 從那邊出來有沒有 現在已經有 已經沒有出來 從那邊出來 然後再加碗冷卻 對 快速冷卻 快速冷卻之後 就包裝 你說 你剛剛跟我說 一天的產值大概可以產 我們現在一天產值 因為我們一個小時 大概可以做一千兩百海斤左右 所以我們一天八個小時 如果正常生產的話 可以在那邊八千斤左右的不管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們 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細節 都是非常的注重衛生 對 因為我們食品加工的話 最主要的話 除了品質以外 還是衛生 對 對 因為這樣的話 對消費者來講 是比較有保障 而且 而且 這樣消費者吃起來的話 它對我們購買 我們產品的意願會更高 像師母魚丸拿包裝完了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超市去買了 還不行 因為我們是CAS的廠商 所以我們要在送出去賣之前 我們要先做自主的檢驗這樣子 才能夠把東西送出去 要去比較 要再放到恆溫箱裡面 然後經過48個小時就知道結果 如果它就是品質好的話 那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因為競速是在標準以內的話 就沒有關係 因為主要是品質安全的 那等到48個小時 它出來之後 確定就是說 競速是OK的 檢驗是標準之內的話 就可以行銷到市場去 對 沒錯 大家看一下 這些都是通過了 CAS的自主檢驗 所以在食用上 可說是非常安全無魚 想吃嗎 不給你吃 自己去玩 妳講 嘉義 好玩嗎 好玩啊 我今天吃了嘉義最好吃的 東石鵝啊 還有布袋的虱目魚丸 然後呢 還到了漁人碼頭去看夜景喔 所以妳有發現 嘉義其實這幾年 進步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在整個漁港的休閒環 到漁村的新風貌的部分呢 慢慢的都朝向休閒化的發展 所以其實漁業署在這幾年 在漁村沿海岸的建設呢 慢慢也都造就了漁民的生產 到加工 到慢慢導向的服務業 所以讓咪講 可以吃到好吃的 玩到好玩的 又可以看到這麼美的風景 你看 夕陽其實這時候最美 我再帶妳去走走看看 好啊 再見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啊 是位在嘉義最美的漁港 東石漁港 現在呢 剛好是夕陽落日的時分 我在這邊呢 可以一邊看看落日的漁灰 在一邊 穿穿大海 聽聽海的聲音 這種感覺真的 很舒服 下次啊 經過嘉義的時候 有時間的話 可以帶著朋友 帶著家人 一起過來這個地方 跟我一樣 享受著夕陽的美好 我們娛樂新世界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個再見囉 拜拜